年仅18岁的中国选手谷爱玲 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 夺得了金牌 她创造了历史 她让无数人感到惊叹 年纪轻轻的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为中国夺取了冬奥会第三枚金牌 18岁获得金牌的选手 不止谷爱玲一个 但是她的人生履历绝对是最精彩的一个 本期《罪人物解读》就为大家讲述 谷爱玲的传奇人生 你知道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谷爱玲 用了多少时间吗 有人说从小到大 有人说一零年 事实上古爱玲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很多人一零年都做不到的事情 古爱玲第一次进入人们的事业 是在两年前 一个只有16岁的小女孩 一个在人们眼中应该还在好好学习的花季少女 竟然问鼎了国际雪莲总计分榜 美国滑雪协会当时因此而沸腾 当时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 时隔五个月后 古爱玲放弃了美国国籍 正式加入中国国籍 甚至因此背负了骂名 这样一位滑雪实力超群的少女 为何一定要来中国呢 古爱玲的妈妈其实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并且古爱玲的妈妈古燕 也是一个十分喜欢速滑的人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 就加入了速滑队 并且短短几年就成为了速滑队的教练 北大毕业以后 古燕进入斯坦福大学留学 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2003年 被网友称为中了基因彩票的古爱玲出生了 古燕对于女儿的培养与常人不同 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的女儿 能够端庄贤淑 但是古燕反而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驰骋天地 于是在古爱玲才三个月的时候 古燕就带她去滑雪场看人滑雪 并且在三岁的时候 古爱玲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双滑雪板 或许是继承了母亲的天赋 教导古爱玲的每一位教练都赞不绝口 称赞她是滑雪领域的天权之女 2011年 年仅八岁的古爱玲 就正式加入了专业滑雪队 由于古爱玲的年纪比较小 经常会被对立的男生欺负 但是古爱玲用自己的实力 征服了所有人 在古爱玲九岁的时候 获得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枚金牌 要知道九岁的年纪 很多女孩子还不知道金牌是什么 人们看到了古爱玲的成功 也为她的成功感到骄傲 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的是古爱玲成功背后的一次次摔倒 曾经在一次训练中 古爱玲就因为不慎摔倒导致锁骨骨骨折 休养期间只能躺在病床上 对着天花板发呆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古爱玲的成功 让很多人忽视了她 其实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女生 古爱玲被很多人冠以天才之名 因为她不仅仅在滑雪场上出色 她会弹琴跳舞 会骑马打篮球 甚至在学业方面 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她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高中学业 并且以近乎满分的成绩 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录取 成为真正的天之娇女 古爱玲用自己的精力 诠释了生命绚丽多彩 每个人都是平凡的 但是只要你对生命充满热爱 只要你愿意努力 只要你勇敢挑战 你终将得到不一样的人生